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找了 谢谢 谢谢 姑娘 有什么喜欢的可以随意挑选 京城可比这里繁华多了 怎么不见你有这般性质 大理寺的公务那么繁忙 哪有时间逛街啊 我在京城单惊结律可都是为了公子啊 你要好好报答我才是 好好报答你 如何呀 有点歪了 好了 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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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苗úsica 你们到底买不买啊 这么温柔的脸 可不能给这些鬼脸丑面具给遮了去 你说这江南市井如此繁华 一点都不像受了灾的样子 肯定有人在隐瞒灾情 汤葫芦 汤葫芦 哥子 你一串我一串 给 谢谢公子 不用找了 谢谢公子 我明白了 公子不肯买两串 是因为江南水灾物资短缺 所以公子想跟我吃一串 这么珍贵的食物 为何那么容易就能买到啊 我们去米铺看看吧 好强 好强 两位客人 要买点米啊 对 老板 来一袋糙米 一袋 这位客人 你买的可有点少啊 一袋还少啊 都够我们父亲俩吃小半年的了 两位是外地来的吧 其实你们有所不知 我们这间店 平日里只供应大户人家 想闲散的买卖 咱们不想卖 这客人也舍不得买啊 你日嫌自家粮太多啊 对了 就是粮食多 老板 尽管报价便是 二两银子一袋 是二十两银子一袋 二十两 这么贵啊 算了 我们去别处看看 走 呸 穷鬼 过几天就饿死你们 江南遭遇了天灾 受成千家 可这里的商人 却有大量余粮 这显然不正常 殿下知道还有更不正常的吗 这些米中都夹带了许多灰尘 都是尘米 这应该都是棺藏中的粮食 因为封年收 灾年阵 才容易积压成这样 走 回去商量商量 哎 去哪儿啊 这不是那么长的街 还没逛完呢 眼下还有什么可逛的 既然殿下已经见到了 江南的盛况 是否也应该去看一下 另外一面了 是 那些灾民 想必都被驱逐到城外了